因为我们这个程式必须使用到LineBot的机器人 所以我们必须申请一个LineDevelopers的账号 而且呢我们还要建立一个Message的API 那关于如何申请免费的账号及建立Message API 我们在之前的影片有跟各位分享过 如果您是第一次看 或是说您已经忘掉怎么做的 你可以观看一下我从前的影片 来回忆一下怎么处理 那当你建立好这个Message的API之后 有几个地方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把卷动轴往下稍微拉一下 第一个Channel Access Token我们一定要先建立起来 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用到它 那点一下这个issue 然后呢再按一下这个issue 它就会产生了一个非常长的Channel Access Token 那到时我们就直接把它复制贴上就可以了 此外呢还有两个部分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是这个Auto Reply Message 它要是启动的 还有Greeting Message欢迎讯息 这两个都是要启动的 虽然它预设其实本来就是启动的 但我们还是可以来稍微看一下 检查确保它是启动好的 那到这边呢我们暂时完成了 这个Line Development的API的设定 那请保留的这一页千万不要把它关掉 我们等一下还要来复制这个Channel Access Token Auto Reply Message Auto Reply Message